好 接著來關注國際焦點 烏克蘭在巴赫姆特 似乎是越打越順手了 不僅呢 俄軍兩位高階指揮官陣亡 還在巴赫姆特執行戰術性撤退 前線開始反攻 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到處奔走 繼續要武器 怎麼樣把小皮卡變成火箭炮發射車 烏克蘭軍隊示範給你開 烏克蘭區域聯防隊 三人一組架好炮彈 還肯客難地拉線接發射按鈕 穿梭在烏東盾內刺客間殺敵 还有在巴赫姆特 無人機瞄準俄軍坦克 321投彈命中 I wish you 烏克蘭多個旅陸續公布攻擊畫面 有殲滅俄軍藏身據點的 也有炸毀俄羅斯軍火庫的 就連烏克蘭國防部長都一腳跳上坦克車 反攻蓄勢待發 烏克蘭防長列斯尼科夫親自試駕 還測試火炮威力 只不過這一輛並非是來自歐美軍員 列斯尼科夫推文稱 這是在烏克蘭研發的T84Upload主戰坦克 後續將和豹市挑戰者等主戰車搭配作戰 那麼歐美軍員的坦克到底在哪裡 笑眯眯地駐烏克蘭反攻順利 澤蘭斯基在開戰後首訪柏林 就迎來德國送的大禮包 德國總理肖茲所謂支持的具體內容 就是27億歐元的軍員 包含了20輛的雕屬式裝甲步兵戰車 30輛的暴式一型坦克 15輛的獵豹防空戰車 200架偵察無人機 另外還有4套IRIS-T防空系統 這樣還沒完 白天在德國 晚上在法國 澤蘭斯基可以說是上個週末 歐洲最忙禮秀 鞏固德國軍員之後 在法國馬克宏也在宣布 要提供包含AMX-10RC 在內的數十輛裝甲車 以及輕型坦克 而這一趟歐洲行 最後秘密加訪英國 英國是出動了軍用直升機 把澤蘭斯基直接送到 英國首相蘇納克的鄉間居所 開門見山說要援助 英國在日前傳出提供了 風暴指引巡弋飛彈之後 現在又說要加碼長城無人機 澤蘭斯基大風說會的就是 要讓俄羅斯徹底潰敗 杜絕後患 也因此這次大反攻 烏克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而在烏克蘭隨時猛攻的心理壓力之下 俄羅斯似乎先自亂陣交 俄國官方說在巴赫姆特撤退是策略之一 但是馬上被瓦格納打臉 更罕見的是俄國國防部承認有兩名高階指揮官喪命 一個被炸死一個在撤離中身亡 但是這些到底算不算是反攻前哨戰 烏克蘭繼續賣關子 TVBS新聞綜合播到 好 繼續我們要帶您來關注的 就是針對俄烏戰爭 這個部分俄軍跟德軍 有沒有其他一些戰術的轉移 繼續帶您來了解 好 德國俄軍火商龍頭萊茵金屬公司 在13號的時候已經證實了 說他們已經簽約成立了合資企業 那麼未來要在烏克蘭 甚至是要生產坦克 他們說短期的話 當然還是以負責維修為主 而中長期的目標 就是要在烏克蘭來設立 工廠進而一步生產 進行全面技術性的轉移 而且號稱說 年產量可以來到400輛的坦克 當然很多人就在問說 這個坦克是什麼樣的類型呢 他說黑豹主戰坦克 以及山貓步兵戰車 都是有可能的選項 但是不管如何 重點就是要讓烏克蘭能夠有 自我防衛的這樣能力 那麼現在德國也說要轉移 坦克及步兵的戰車技術給烏克蘭 這象徵的是什麼呢 象徵是歐洲的防衛要擔起更多的責任 現在德國也宣布了新的一波軍援 價值是910億 那麼承諾說要給予他們這樣的軍援 包含了鮑伊士有上百輛 鮑爾坦克也有數十輛 說是希望藉此可以幫助烏克蘭 奪回他們失去的領土 而烏軍大反攻 節奏似乎越來越明顯 俄軍控制區盧甘斯克 週末還發生大爆炸 俄軍撿到顯有暴風之影的英文字樣殘海 斷定是英國提供的巡弋飛彈 另外俄羅斯四架軍機 還同一時間在邊界追回 烏東民宅冒出熊熊火蛇 消防員緊急到場灌救 離頭住戶則是一臉金口 趕緊牽著狗狗撤離 位在巴赫姆特西北部的 康斯坦丁諾夫卡 成為俄軍最新轟炸目標 預期的地點證實有民眾喪命 就連南部炸火螺熱一帶也不平靜 這種房屋淋漓外外燒成焦黑 也有居民重傷送醫 恭喜警報目前仍是烏克蘭人的日常 基輔民眾聚集酒吧 觀看歐洲歌唱大賽 沒多久耳邊就響起警報聲 幸好只是虛擬一場沒有爆炸 畢竟先前部署在周圍的 愛國者防空系統可是立下大功勞 成功擊落普京號稱無敵的匕首 解音速彈 而這款飛彈殘骸 手渡在鏡頭前曝光 俄羅斯西部邊界不揚 斯克則是再度冒起黑煙 原來是3號當天俄國空軍一連折損四架軍機 包含一架蘇凱34轟炸機 一架蘇凱35戰機 還有兩架米8直升機 原本國媒體稱是被烏軍擊落 不過很快遭瓦格納領袖打臉 說從墜毀地點研判 更像是被自家人打下來 另外俄空區 盧干斯克上周末也發生 罕見大爆炸 俄國媒體還公布現場發現的飛彈殘骸 上頭印有寫著暴風之影的英文字 斷頂烏軍是拿英國提供的長城巡弋飛彈發動攻勢 暴風之影射程遠超過烏軍現有的海馬斯多冠火箭 過去這款飛彈也多次在敘利亞 伊朗和利比亞展現驚人威力 俄羅斯一次越來越擔心烏軍大反攻 開始把控制區前線居民撤離到南部 別爾 江斯克一帶 現在我們有約2千人 全都在安全地和安全地 同一時間 烏軍正在閘波羅勒一帶使用移動式火箭系統 加強施壓俄軍 烏軍發射前還在炮彈上留言 事實上他們每次攻擊都得以時鐘再跑 避免曝光自己的位置 而敏感時間烏克蘭也大方公開 先前用來集成莫斯科號的秘密武器 海王星反艦飛彈 暗示除了歐美軍員自家產飛彈也能隨時發威 目前俄羅斯對真實的戰況仍然避重就輕 甚至美化經濟生產數據 俄羅斯對內公布的工業生產指數卻不降反升 對普清而言要擔心的是越來越多 俄國最近突然成立反無人機巡邏隊 從河面陸地加強戒備 以防先前的夜期客工事件隨時在各地重夜 鐵新聞綜合報導 而七大工業國G7將在日本舉行的峰會上 那麼G7的工業國峰會 預定是在19到21號就會舉行了 而這一回討論的重點當然也包含說 針對第三國逃避制裁 那麼他們要有新的一些方法 還有是尋求打擊俄羅斯未來的能源生產 以及封鎖支援俄軍貿易項目 面的其實變相的還是在支柱俄羅斯 那麼美國官員就預期說 這個改變的聚裁內容可能會特定貨物的出口 轉為自動禁止 而在軍事部分不是在特定名單當中的話 否則是一律都是要禁止的 但是這個用詞要多強烈了 目前都還在斟酌當中 我們看到聯合聲明當中就提到說 這個確切的措辭還在談判以及調整中 因為烏二戰爭的影響國際燃油費飆高 南韓電力公司今年第一季虧損 達到六兆韓幣 現在終於撐不住準備要調漲電價 而這是南韓今年第二次上調民用電價 民眾荷包越來越縮水 現在很多南韓上班族甚至不敢上餐館吃飯 撐不住了眼看夏天就要來臨 南韓政府卻在這時宣布要調漲電費 韓國電力公社是南韓最大的電力公司 但受到俄物戰爭衝擊燃料成本飆升 公司入不敷出情況越來越嚴重 探開韓國電力財報 2021年虧損5.9兆韓元 去年累計虧損32.6兆韓元 加上今年第一季累計虧損達44.7兆韓元 韓國電力公司入侵 雖然是一系列自助措施還是沒辦法止血 韓國電力只能要求政府不得不調漲電價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個方法是一系列自助措施 還是沒辦法止血 還有第三季用電力公司 用電力公司用的公司 用電力公司用的公司 雖然看似漲幅不大 但這已經是南韓今年以來 第二次上調民用電價 上一次調漲是在第一季 當時每度上調13.1韓元 相當於台幣0.29元 這一季又在漲價 也讓專家認為真的有必要嗎 選的這時刻 調漲電價 專家認為對於發展半導體 面板為重的南韓科技業來說 企業成本絕對增加不少 反映出南韓的經濟環境依舊很嚴峻 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 7.9% 農略水産物 1% 上升率 全都在3月 比喻 上升幅 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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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農略 1年 青人經濟壓力大 找工作也越來越困難 通報局公司表明 4月的雇用品 放到來自作廣州 年輕人坦 有十多個多個多個月 在公司上升幅 有十多個多個月 4月的雇用品 上升幅 在公司上升幅 就業率下降到 只有46% 等於一半以上 年輕人躺在家不工作 成為與世隔絕的 簡居組 連社交都懶了 痛苦的社會氛圍 年輕世代感到絕望 政府還是有寄出不少政策 提供民眾小確幸 南韓的大學加入提供相當於 25元早餐計畫的學校越來越多 另外上班族也發現 外食又能審核包的做法 用餐時間或加上的便當 幾乎銷售一摳 超商微波食品第一季銷量 成長四成成為南韓上班族的最愛 超商食品方便又能果腹 只是許多食物 吶含量過高 省錢同時 南韓民眾也得注意 不要賠上了健康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少名人相繼批評 台灣觀光做得不好 既幸運航空董事長張國偉 批評台灣落後新加坡太多之後 財新傳媒董事長謝靜河 也直指泰國的觀光力 遠勝台灣 再交給綜合 好 台灣的觀光產業 真的不如人嗎 我們看到 這是在4月26號的時候 先雨航空董事長張國偉 他當時是在守航洛杉磯時 他就提到說 他認為台灣和新加坡的差距是 台灣不夠重視觀光 所以這應該要趕快想辦法 不然我們已經落後 新加坡太多了 那麼現在又有財新傳媒的 董事長謝靜河 他就說 泰國也大勝台灣 尤其在觀光力的部分 他提到的是說 你看2019年泰國觀光的收入 是占整體他們的GDP 在20% 那麼隨著國門解禁之後 觀光這部分 還要再更多人 創造更多的前朝 那麼說 這抵禦深厚 還可以再吸更多的顧客 那他也提到說 他自己是有親自到 泰國來實際考察的 他就發現說 在機場的精品品牌 以及有夜遊當地的這個河 來用晚餐 他說這個體驗真的很不錯 那台灣呢 雖然說也有淡水河 可是我們因為防洪的需求 必須要築起高牆 再加上台灣有嚴格的法規 這也讓這個發揮的空間 是因此而受嫌 好 說到泰國繼續就來看 泰國大選今天完成計票 確認最大贏家 就是獨黨才三年的前進黨 黨魁皮塔表示 他已經做好當總理的準備 同時將協商六個政黨 組成聯合政府 有望成為新總理的皮塔 目前還是單身的 他的前妻是泰國明星 而兩人在2019年已經離婚 泰國大選正式完成計票 最大贏家 前進黨主席皮塔摩拳擦掌 準備組閣 選區票加政黨席次 前進黨拿下151席 昨天深夜和皮塔協商的 第二名魏泰黨取得140一席 兩政黨是否結盟 還沒定案 據總理帕拉玉的團結建國黨 只有36席位居第五 民眾渴望改變 投票率高達75.22% 僅次2007年的政變後 首次大選 不過總投票人數還是寫下歷史新高 皮塔將有機會以總理身份帶頭改革 今年42歲的她有一名女兒 不過2019年已經喊明星太太離婚 當時皮塔還被指控家暴 不過最後證據不足結案 至於魏泰黨選前聲勢高 席次卻輸給前進黨 魏泰黨至少兩位總理候選人已經表態支持由前進黨推出總理人選 TVBS新聞眾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道 報道